新增頭 百無金記 不要過了一年才說 隨直跟你說 新花藝軒 就是百事的花店 註冊成交了608萬 剛剛的事 原本業主11年就賣來 450萬 遲貨12年就升值了35% 有機會跟租 聊幾個月計的時候 很高興 也不知道業主賣了 新業主希望不要加租 新花藝軒的時候 建築面積大概500呎 建築面積大概280呎 門庫12呎 深23呎 做花點的時候 一流吧 這些位置 成交了680萬 租金手上我有的資料是22000元 匯報 4.3厘米 4.3厘米 其實保錡理界有很多成交 看看富翁環影 全部比較白事段 比較賓儀 債堂 福壽 這些行業 有很多成交 我跟你說過 這間迎風的時候 前陣子 我跟你說過 成交了890萬 眨眼的時候 2023年9月份的時候 890萬成交 另外再過去這邊的時候 我還跟你說 罕見這個佛社都被短炒 就1280萬成交 建築面積大概800呎 就是這間的位置 沒有招牌這個位置 所以就1280萬 890萬那間的店 再小一點的時候 這次成交的 就說是608萬 綠色招牌 夠了在這個位置 跟祝賀聊聊天 都很好 我不敢說 大家都多點光顧他 不過就 好的 就有生意做 先繼續做 一般多天 白事花店的話 自用買回來的人 行家買多 投資者就一般會比較少 但是又現實地 紅磡這裡的殯儀段 不是那麼容易搬走 這些行業街 回報四點幾厘 四點三厘 穩定收入 不差 輸入優點的時候 銀碼又小 回報又高 唯一就是白事殯儀 很多人覺得比較不安理 拍成龍的大廈 這裡 說的是50年 保錡離街 42A地下 這個的5號鋪 這個叫做新安大廈 好了 關於主角是買的 這個5分4億 10分超算1分收入 唉 6萬2百萬 這個為止 旋渣的位置 理數會有高四年多 感覺都是一個 6.5分位 6.5分位 各位主 各位買家 記住 各位買家 找我成匯三部基金 創辦人 有機會 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就光顧這個 新花 藝軒 漂亮的租客 美人 恭喜主 恭喜租客 恭喜買家 成匯商鋪配套鎮 租金實 保證鋪增駕實 直上bwfriend.com找鋪 或者聯絡我們 和各大agent 和各大大 和各大大 和各大工 和各大工 表示 各大工